好陆方在旅游方面呢 对于这个台湾释出了善意之后 但是呢松绑只限福建 我们来看一下交通部长王国财的说法 是乐见中方的善意 但是他认为开放程度太小了 而且呢我们再来看到旅行团来台 是以平坛航线复航作为条件 相关的开放呢安排不符合对等原则 后续呢还会由相关部门来做 进一步的厘清再来做决定 好但是我们来看到对岸呢 其实还有释出其他的善意哦 同时呢国台办呢现在也说话了 他们敦促台湾呢恢复30个航点 与空客直航 国台办认为往来还是非常非常的不便呢 因此呢也有特别点名了 希望台湾能够充分考虑两岸民众 以及航运企业的诉求 尽快恢复包含了平坛到台北 平坛到台中等等的 两岸海上客运直航 恢复开通天津在内有10个大陆航点 跟台湾的空中客运直航 接下来呢我想请问一下亮哥 因为大家都说其实旅游业者也认为说 陆方已经对于台湾已经是连三波的示好了 包含从马歇二会到国台办 另外到王沪宁等等 但是呢接下来呢 这个政府到底该如何接招呢 他不会接招啊 他通通都反对啊 不跟他接触的都不算啊 民进党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嘛 就执政党对执政党啊 那在野党的都不算了 所以他要的还是要回到两会了 就是你 因为细节不知道嘛 比如说大陆说要开放20个城市 那这指的应该是自由行吧 他没有讲到团客啊 那所以王国财才会这样说嘛 因为王国财他交通部要的是团客啊 自由行他也不会反对啦 可是他就是要你要跟那个行政部门协商啊 所以我坦白讲 我对两岸是非常悲观的啦 我认为赖清德的520演说 目前包括蓝绿白红可能都没有期待啦 那反正没过关就没有接触嘛 那没有接触国民党不断的接触 可能会要到一些东西 那比较可能会接受的就是 比如说文旦可不可以卖到大陆 这一种的 那这个他就会说 你这个经过我农业部的同意 陆委会的同意 那我就允许你卖到大陆 那为什么他会同意呢 因为呢 攸关台南的利益啊 所以他大概会通过 你也不能直接卖啊 你还是要经过农业部跟陆委会的同意啊 那另外 如果涉及 要中央政府同意的相关的政策 我认为 只要大陆没有跟海基海协两会的协商啊 或者透过副委托 让两岸的交通的单位协商 我认为都不会过了 都不会过了 都不算数 当然不算数啊 因为 怎么可能这样谈了就算数了 怎么可能呢 接下来会有一些细节啊 比如说 不是在大陆不是讲了吗 说你也要开放一些航点啊 对 那这个就是要协商嘛 不然怎么弄啊 那因为没有接触嘛 那怎么谈 怎么怎么实施 就没办法实施嘛 所以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累积一个过程啊 就是 那大陆认为赖清德并不愿意做 这个两岸政治定位的回应嘛 那结果呢 你又看到国民党 或者是民众党的人 不断的去大陆做交流 然后民进党都不能去嘛 所以你就会一直看到 在野的立委啦 县市长啦 不断的去 那希望寻求一些交流跟突破嘛 然后这个中央就一直拒绝 一直拒绝嘛 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因为我有看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 大陆可以先开放旅客到金门 跟马祖做离岛旅游 接着台湾方面宣布解除禁团令 然后再由大陆开放陆客来台湾 金门还没有啦 是马祖啦 对他说如果说按照这样子有秩序的 一步一步这样子这个有可能吗 去马祖也是要中央同意啊 对 马祖我是觉得有可能 可是因为他希望能够连接到 搭海峡号过来台中嘛 那这个台湾不会同意啦 不会同意啦 那不会同意你认为有意义吗 马祖那么小 那福建人真的有诱因去马祖旅游吗 这个到时候岂不是挤爆了 因为马祖很小 那如果福建的人集中到马祖旅游 因为他就在连江县的对面嘛 因为我去过 我去过连江县跟平潭啊 马祖非常小啊 那个 如果不能够搭海峡号过来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到台湾旅游 我认为诱因很有限啦 金门还相对大一点 可是你看金门就卡到了 那个渔船相撞事件 现在没有金门 然后卡在撞船事件 到底该怎么解决 看起来也是无解啊 目前看起来都无解啊 我跟你讲这个啊 这个一定会有两岸一番折腾啊 可是这个东西就牵涉到 台湾的民意的问题啦 就是说 旅游院会不会上街嘛 你要不要去表达你的抗议嘛 说人家都已经嗜吼了 你还不开放 就用你的意识形态 那民进党一定用这样来回你嘛 说他不愿意跟我的海机会谈啊 不愿意跟我的外交部 那个交通部谈啊 那我怎么弄啊 他一定会这样回你的啦 那他 他丢出这样的问题 没有任何人能回答 怎么回答 这个旅游业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 那就一定会回来说 你为什么不去接受九二公司啦 又回到这里了 又回到这里了嘛 所以我认为就是僵着啦 可是大陆的耐性 我认为也不会拖太久了 所以 所以我认为就是 事实上习近平还有包括 这一次的王滬宁啊 还有宋涛啦 他所释出的善意 如果民进党一年都没有接啊 那我认为接下来两岸会迅速恶化 就会迅速恶化 所以你的观察的时间可以有一年 可能更长啦到2026啊 2026是个选举嘛 对啊 可是我认为就是说 你上 人家给你这么大的一个软球善意 你都不接 那接下来就公事公办啦 就是这样啊 我进一幕还要再想问一下这个亮哥 因为这一回这个 傅宽奇跟王滬宁两个人见面 是在新疆厅哦 那外界的解读说 其实选在这个地方是蛮有深意的哦 因为呢 他是1993年孤王会谈之前 海鸡跟海鞋的预备性磋商的地点哦 那您怎么样看这个部分 另外呢 其实王滬宁他讲的话 其实也是蛮好的 他说应该要常来常往 同时他也有直接点名了 傅宽奇在此刻愿意来大陆访问 其实是很有善意跟诚意的 对啦 因为立委只代表民间啊 对 我大陆对民间本来就是欢迎的啊 那只是说 你要变成两岸的政策 那台湾这边就是坚持要中央政府决定嘛 就是这样啊 所以就卡住了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话对民进党来讲都也没有听到啦 嗯 他根本不会在乎啦 嗯 你可以去看立委的反应嘛 包括吴思雅哦 王定宇都出来讲话了嘛 他们都一面倒在骂傅宽奇嘛 对啊 嗯 他就说你不留在台湾 顾震灾跑去大陆干嘛 嗯 那傅宽奇当然也可以讲啊 我也是在争取花莲的农余产品出口啊 对不对 然后今天我也看到 朱凤年出来讲说他愿意捐组合乌啊 嗯 对不对 那组合乌对不起啊 也是要内政部同意啊 嗯 不然也运不过来啊 嗯 那吴思雅还在那边讲风凉话啊 说你讲那二十几年的组合乌有什么用 所以我跟你讲 你听到的都是这一类的东西啦 所以到最后两岸的氛围一定搞砸搞砸的啦 嗯 所以我是一点都不乐观啦 嗯